韓國瑜三號現身高雄市黨部 除了招牌藍襯衫 頭上多了一頂鴨舌帽 儘管戴著帽子 但氣色好壞 還是一眼看得出 臉上沒有血色 韓國瑜看起來真的累累的 太太李嘉芬看在眼裡心疼啊 我覺得她現在氣色不是很好 只要上電視 好像影片大家看到很多醫生朋友 就開始打電話來關心 確實從選前到選後 韓國瑜幾乎沒日沒夜的拼命 中醫師也說 韓國瑜臉色黃中帶白 顯示脾胃 肺氣都比較弱 真的是太累了 從電視上看起來呢 它是比較偏蠟黃 那有一點夾雜 有一點白色 那就是黃中帶白 那以中醫的這個望診來看呢 我們黃色呢 代表它的這個脾胃比較不好 那白色代表它肺氣比較不足 熬夜壓力大又有講不完的話 加上先前又有重感冒 差點得肺炎 中醫師建議得溫補氧氣 這些藥材可以多吃 肺比較不好 我建議韓市長平常可以多喝一些 像這個紅棗 然後白木耳去燉煮的這個白木耳汁來喝 中醫師說 芙苓 蒸食 蓮子山藥 煮粥吃能補皮 黃芹 甘草玫瑰花 煮茶能補氣 還能多吃紅棗 白木耳 潤肺補血 這些都適合韓國瑜多吃 但造補的東西 像薑母鴨 燒酒機 太過辛辣油膩刺激 不適合韓國瑜的體質 應該少碰為妙才不會補錯了 記者陳思宇 蘭志宜 台中報導